上架 踢出一上架 就冲进了新歌前五十名的派行 非常的厉害 不过要麻烦大家也要多多的 这个点选跟下载啊 让我们的排名可以更往前一点 那当初呢 其实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在折衣服 然后呢 我一听到音乐的一开头 还有那个就像一场梦 我手就停下来 衣服折到一半我就不折了 然后呢 听完一次之后 我就会哼了 副歌我就会哼了 怎么有办法创作出这么厉害的歌呢 好感人啊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和谐 但是 Where do we go 刚好是我写的 所以就觉得很得意 其实这首歌 应该算是我比较迷惘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写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它还蛮诚恳的 然后希望就是 曾经有迷惘过的人听到这首歌 尤其是感情上面 没有迷惘过的话 听这首歌应该会蛮有感觉的 你自己触到感情的问题 我们就要来问问感情的问题 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其实有点像是 跟自己的对话 还有跟男友的对话 Where do we go 可不可以聊一下这个是你自己的经验吗 当然是朋友 其实算是对 我最近我觉得我常常说就是你跟别人说 我都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就是这几年是有一些感情上的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许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分享给大家 但是透过音乐可以想象 那希望大家就是我觉得最容易困惑的地方也是感情这一块 很多人感情这一块会卡住 所以希望这首歌也许有一些正能量 我想再帮大家问的更深入一点 目前感情的状态是 单身 所以目前真的是没有人陪你一起go是吗 所以目前没有人跟我一起go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发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自己 所以我像不管是今天这首新歌 还是未来已经录好的专辑 其实都是在探索自己的一些心情 那我觉得没有认识到自己 其实你也无法认识到另外一个人 其实其实